大家好,下午我们来县城,就是三个孩子打疫苗,水斗疫苗 我们刚才在县城也挂了一下,现在准备去吃饭 今天来吃这个,巧克力农金馆 大家猜一下里面是干嘛的 巧克力农金馆,看着有点像喝咖啡了 又有点像,什么,说不上来 我们去看一下 这是菜单,看一下,菜的品类很多,背面还有 这里有茶点咖啡那些的,有面,水煮鱼之类的,菜谱比较不一样 这边还有一个小包间这样,挺好的 一般我们去到的那个饭馆很少有咖啡之类的茶点 它这个饭店还有,但是它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没有米饭 它的主食就是炒面 我点了一份我们这边的特色美食就是珍珠粉 刚才那间有点挤 老板说这边还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包间 还不错,做我们五个人正是刚刚好 其实看门口进来 就是以为就是比较小了 没想到进来这边好像挺多了 有三层,我们现在第三层哦 老板给我们换了一个包间 这个比较大一些 金针菇,田螺,炒面 这田螺会辣吗 这味道挺好的,甜甜的 这跟我们平时吃的甜的不一样一点 这跟我们平时吃的甜的不一样一点 这个吃起来又辣又甜 又辣又甜 鸡爪 鸡爪 卤鸡爪 剑汁鸡爪 这间的鸡爪 叫鸡爪 鸡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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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以前在家里自己也煮过了 这个煮的 跟我们自己煮的应该差不多 还配了一杯红酒 就我们平时用的那种 自恋的红酒 就是我们在家里吃 也会换一点这种 比较香 怎么样比你煮的好吃吗 我感觉我也可以煮这样的 因为煮蒸汁粉 只要配料多加一点 它就很好吃 它这个也没什么配料 它加了青菜胡萝卜 然后鸡蛋香菇 差不多吧 这些我们以前都加过 先来一碗珍珠粉 但今天不能加红酒 来开车 它这珍珠粉吃起来有点甜 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汤 绝对不是那种白开水吧 它应该是用骨头汤之类的 就是用高汤 这个是卤面 不是酸汤回牛 哦回牛汤 它没有点卤面 没有点卤面 卤面是要去莆田吃 莆田卤面最出名的 他听 可能我弄错了 我说他收面条 我说可以 下次去莆田吃卤面 还要去莆田吃卤面 还要去莆田吃卤面 对啊 就是啊 上次说呢 是什么地方啊 洗碗 然后呢 里头 鸡啊 对啊 它是没有 我先吃吃 是的 可以吃吃看 然后吃吃吃看 然后这就吃吃吃看 然后吃吃吃看 撒吃看 咸鸡 还吃吃看 其实我觉得 吃吃看 但是来吃吃看 你吃吃看 很好吃点 这是酸汤肥牛 这个汤很酸 还有点辣 这种加一点到 珍珠粉里 它就是另外一种味道 珍珠粉可以随意搭配 你这个吃了几碗 我也不知道 我看你一勺一勺 赚了很多次 今天就吃珍珠粉 吃得最多 其他的等我开吃的时候 都没了 有留一个给你啊 不知道红酒什么味道 尝一下 你以为很饿 都是好奇宝宝 这里的田螺也不错 晚上最喜欢的就是 田螺跟珍珠粉 还有金针菇 金针菇是女儿吃 这的比较多 今天有点小失误 吃田螺的不小心 第一道一无 我叫五无 这个筷子也太残了 我感觉不习惯 我们吃饱饭了 猜一猜刚才我们那一桌花了多少钱 去完超市拿回家吗 这边有化妆品 你要用 化妆品啊 化妆品啊 化妆品不用了嘛 不过我有一个信息给大家听一下 拿进去 说了对不起 行不行好不好 好 过完年就给你买筋线 筋线线 筋线 筋线 筋线的筋线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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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一段已经是老公对我说了 然后我给他录制下来了 但是觉得现在的金价还是挺贵的 我想过一段时间吧 等他见价的时候再考虑 让他们买点小零食吧 虽然过年的时候吃了很多 当时他们还是喜欢这种不厌的零食 一人挑一些吧 你自己看吧 好不好 一人挑三十吧 你要不要 小鸭子 要不要 要不要买一个 那就买一个吧 他这个也算 算 要拿两个吧 还行 这个要拿去乘筋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要买一个数量 要口香糖 可以 你要什么饮料 你要喝 我也可以帮你买一个 不用我自己买 好不好 我买的不用算你们的钱 没事我帮你起乎 那好吧 快请你要喝吗 我等一下拿给你 快请 你问一下吗 可以我姐买三个 行 你买 你才选这么点啊 还要买泡面啊 选没吃过的泡面 这是火鸡面吗 这个泡面不得了啊 鬼面椒啊 那是你 这果冻嘛 女儿选的最多 他这一估计超 差不多了没 好了没有啊 好了就付钱了 不用算了 不够也没关系 够也没关系 好不好 就这么多了 反正你们都过年都吃了那么多零食 我插着一点 二十八 四十一 五十 我以为他们每个人都不会炒 结果了就一个人没炒 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控制的最好 这里好像是一个拉丁舞的斑茧典礼 好像是跳完了 刚才有什么 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啊 嗯 嗯 咱们 也有我们现在 配istan的 嗯 对 这么多的 咱们 心 那 是